中国十一假期结束后 深圳出现新一轮疫情 官方称 首次在阳性感染者中 发现BF7变异株 该变异株是奥米克戎 BA5变异株的亚系 具有传播速度快 传染力强的特点 据称 有一对到内蒙旅游的男女朋友 居住在福田区 曾在保安区十个楼盘 寻找出租房 随后南方被验出 BF7毒株 被防止疫情扩散 保安区辖下多个小区 如临大敌 下发临时管控通知 据官方通告 10月10号 深圳新增33例阳性病例 实际感染人数可能更多 活动轨迹涉及保安 龙岗 福田 南山等区 一段视频显示 福田区背地田村 出现大批防疫人员整队 许多民众身着防护服 被带走隔离 网友说 今年深圳 福田 南山 罗湖的大部分民众 核酸已经做了270多次了 还有深圳市民抱怨说 生活和经济都受到管控影响 压力特别大 深圳许多小区实施临时封控 街上人流稀少 许多商店没有开门做生意 清零风控加上房价下跌 房贷恐面临断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伍玥 李珊珊 刘芳采访报道